小孩划车后跌倒 反手索赔车主五百万 最后请全村人吃席 今天下午 照常在公司楼下等孙总下班 突然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孩 围着一辆雷电 萨丝鬼鬼祟祟 手中还拿着一根树枝 确定周围没有人注意它之后 小男孩居然用树枝自己 在车身上划了起来 尖锐的树枝很快就在车上 留下了白白的划痕 身为良好市民的我肯定不能忍 连忙下车想去阻止 那小孩你在干什么 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想在我前面出声了 并且冲着雷电萨丝跑了过去 小孩子看到有人发现了 连忙拔嘴就跑 跑到车边 看到划痕的男子 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 站住 怒吼一声又向男孩追了过去 熊孩子跑得慌乱 没有注意到脚下有石头 摔了个转吃响 对不起 我受过专业的训练 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笑 看到熊孩子 趴在地上哇哇大呼 我跟男子都放慢了脚步 慢慢靠近 可当看到地上的血液的时候 心想完了 出事情了 人群也慢慢围了上来 焦急的车主 也是赶紧拖打了120 没过多久 人群中冲出一对夫妻 儿子 儿子 你这是怎么了 女子一上来看到 这场景直接下滩了 嘴上不停询问 男子和父 顾着周围大喊 是谁 是谁把我的儿子弄成这样了 到底是谁 怒目圆征的样子像是要吓人 车主见状也是上去说明情况 是您的孩子在划我的车 被我发现后逃跑 不慎摔倒了 男子一听二话 不说给了车主一拳 MD 我儿子划了你的车 你就要追吗 男子大声喊道 这一轮直接给我们整不跪了 车被划了 难道不应该追吗 此时孩子母亲又开始嚎啕大呼起来 我的孩子啊 这孩子还这么小 你一个大男人追什么追啊 一辆车而已 还了就还了 现在你们陪我孩子 店上的路人看他哭那么惨 也上来说句公道话 这 他还是一个小孩子 你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 没错 你看你开这么好的车 为什么不大度一点呢 现在里人力气太重了 沾了一遍而立 就追着人孩子不放 看着周围 左一言右一语 我的心感觉像被堵上了 难道谁哭就是谁有理吗 为什么明明是车主车背滑了 到头来错了的 成我们了 就因为你是弱势群体 就可以不论是非了吗 车主也是双拳难敌十嘴 虽然念了一身剑子肉 但是代表正义的嘴炮 还是打着他节节败退 没过多久 救护车来了 男孩的父母就抱着孩子上了救护车 这事没完 我儿子是因为你们才变成这样的 等着拿钱吧 女子上车之后留下这么一句话 我和车主面面相觑 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这跟我之前被碰瓷很像 明明是自己车背滑了 反过来还要被索要钱财 这也太难了 我叹了一口气 给车主递了我的名片 整件事情我都看到了 如果到时候需要帮忙 给我打电话 车主接过名片对我说了声谢谢 就郁闷的转身离去了 估计他也在自我怀疑 难道真是自己错了吗